好 那我們現在來試吃第一家極佔油飯 它這一家的油飯呢 是有香菇 肉絲 還有栗子 那接著我們來吃雞腿 它的雞腿據說是用 醃漬過後 還是烤 雞腿口有點鹹 這個飯好了 第二家的那個油飯 那今天這一家選的是澄浮油飯 那這一家就是最近就是還蠻多網紅推薦的 那它的包裝呢 就是鮮豔跟花俏 還蠻現代的 它是分層的 跟那種傳統油飯有沒有 就是雞腿還有油飯擺在同一層 是不一樣的 而且呢 它的紅蛋 上上是幾讚啊 它的紅蛋呢 是用那個紅色的那種紙 紅紙包的 它當然不是 它是用紅色的絲帶 這還不錯 這創意還不錯 而且看起來蠻有質感的 這個雞腿應該是油雞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飯長什麼樣子 換個樣子 這一盒好像直接叫什麼招牌禮盒吧 現在我就來試吃看看 我覺得蠻好吃的 不會 不會 它還要吃玉子 不會 而且蠻香的 它蠻脂鬆喔 是傷喔 傷 吃一下雞腿 我們喜歡這隻油雞喔 你可以選 有三個 炸雞 油雞 逆汁雞腿 嗯 油雞還不錯吃 因為到不算很多油飯就是配的是炸雞 它其實現在的也不一定那麼喜歡吃油炸 我覺得油雞也還蠻棒的 好吃 好 今天來到我們最後兩家的這個油飯的試吃 因為我真的快要生了 所以我們今天一次就試吃了兩家 那第一家呢 是太子油飯 這也是當年我老公的滿月油飯 那另外一家呢 就是 郭董的那個指定的米月油飯 就是零和發油飯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吃 那個太子油飯 喔 那太子油飯的話呢 你在申請的時候 它有分成很多種不同的size 有八兩啊 12兩 16兩啊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試試 我們就訂最小的這個大小 我們就訂八兩的 然後我們選的是有加雞腿 啊 蛋你也可以選擇 就是一起來試吃 但是我們沒有加蛋 你想說就是 重點是雞腿跟那個油飯 好 那 這個太子油飯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它裡面還有附一些醬包 就比如說這是什麼 甜辣醬 然後 這是薑片 好 那就看個人口味囉 看要不要加 那我現在就先來試吃 這個油飯的部分 好吃 好吃 好吃嗎 嗯 先來吃一下雞腿 喔 它這個的雞腿呢 是炸的 吃一顆 吃一顆 這也不錯耶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吃一下 鍋董指定的米月油飯零和發 這個呢你必須去市場 親自去跟它拿 然後呢 你也不用打電話 因為我也問老闆 老闆就說 電話就差點打到燒了 還是沒有人會接電話 所以就不要浪費時間打電話 直接去現場 直接跟它拿就可以了 當天直接取就好 而且試吃是免費的 好 我們現在直接來吃 味道完全不同 那這個飯呢 你如果單吃 你會覺得 比較沒有什麼 就是鹹味 可是它的鹹味來自於它的香菇的部分 所以你一定要配個香菇吃 配個香菇吃 配個香菇吃你就會覺得 哇 很好吃耶 這個飯很Q 如果你是直接跟他說 我要米月試吃的話 它是沒有附雞腿的 可是在我看到其他 就是部落客人介紹的話 就是說 如果你要試吃雞腿的話 你就是 加價跟它買 然後我當家去的時候 我也就傻呼呼了 我就說喔 我要米月試吃 所以就它也沒有問我要不要機會 所以我拿回來就只有油飯而已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試吃的這四家 米月油飯的心得 那大家再參考一下我們的心得 然後再配合自己 就是想要吃的這個 米月油飯的去做選擇囉